一群人七瘦八腳團團圍住推車 但兒童坐椅上的男童不停淘淘大哭 這個場景就發生在台中一家連鎖家具賣場 家長推折一名兩歲男童走進去買東西 但看看當時小男童是背對家長腳踝 就在這個時候卡進推車縫隙 當時這名小朋友疑似就是像這隻小熊一樣 雙腳卡在了這個小縫隙當中 因為他整個人是反坐的 但其實這樣是錯的坐姿 當時小男童背對著家長而坐 因此卡進寬3.5公分的縫隙當中 但正確做法不但要面對家長 還必須扣上安全帶 實際到賣場來看 推車上頭都附有兒童坐椅 但安全限制也不少 不但陷重15公斤也不能站立 直擊家長推的小朋友 也都扣上安全帶正面朝著家長 大部分的民眾都正常使用推車 無法想像 為什麼 我不知道它卡哪裡 對啊 因為一般 可能我們家的小孩都比較大隻 腳是卡不進去的 好 在當時熱心民眾和店員 找來工具把推車鐵條扳開 才讓男童順利脫困 但他的腳踝些微紅腫 家長玩具就衣 自行冰服就離去 但還好第一時間 就有新民眾幫助 去競技一場 這有黃劍演唱詹評 台中報道